國務院公布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即是俗稱的大埔制 建議減少四個正部級機構 當中最受關注的是將鐵道部並入交通運輸部 轄設國家鐵路局 並會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實行政企分開 改革後國家鐵路局會制定鐵路技術標準 監督管理鐵路安全和質量問題 承擔行政責任 而中國鐵路總公司就負責管理全國鐵路系統 和建設鐵路承擔企業責任 方案指中國鐵路發展存在政企不分 和其他交通運輸方式銜接不暢等問題 有必要實行鐵路政企分開 推動鐵路建設和可持續發展 保障鐵路營運秩序和安全 近年高鐵高速發展衍生的安全問題 加上鐵道部官員的貪腐醜聞 都令鐵道部備受關注 社會要求鐵道部改革價呼聲 也越來越高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